台南在這裡要做什麼 其實如同市長對我們這個整個大西北地區 非常做了一些相當深入的診斷 其實過去的台南縣 確實很難在一些基礎建設上 做一些整體深入的大筆投資 不對 如果做一個工廠的老闆 我來投資一間工廠 我沒有三年大水就喝掉了 這樣要怎麼樣 我要開一間很好的電影 藝文場所 結果也是一樣 頭前後拼 這個水狗糟糟糟 這怎麼會有人想要去那邊看電影呢 如果我要去看個電影 要摸黑上下樓梯 還要經過老鼠在腳下跑來跑去 這樣的藝文建設恐怕也不是 我們一個現代化的城市 所有可能產生的 所以今天當我們要 談到一個城市的發展 我們要有它的深度的文化 我們要有這樣的人文的基礎 我們的基礎建設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 人文基礎 需要一個非常好的基礎建設 今天我們 很感謝這個 我從這個上任的第一屆 我這樣回頭去看 過去的這個 第一屆的八次總質詢 來來來 市長 我們是要對話 我們不是要這個批評或謾罵 來整個本給你聊聊看 好 謝謝 謝謝李議員 那個 從我上任的第一屆 就一直在要求這個 整個大新營區的污水下水道 跟排水防洪的建設 那 非常感謝 其實 我覺得水利局在這個方面 其實是非常體現了 縣市合併之後的一個 非常大的 一個變化 為什麼 我過去也曾經要求市長 在 城市規劃 都市計畫 整個產業發展的時候 一定要打破縣市的反理 一定要打破縣市的反理 那 在污水下水道的規劃 我覺得這個是市府團隊 確實是體現了 縣市合併之後的規劃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的整個大新營區的 污水下水道是 新營一個系統 柳營一個系統 鹽水一個系統 三個鄉頂要三個污水處理場 要三套接管是系統 結果 經過了 每年每年 其實李孟元大概 還要讓他落得很煩 每年每年跟他一直盯 結果 還有別的議員指責 李局長說他欺騙他 因為每年提出來規劃 確實都在修訂 從原來的 新營的東邊 要併到柳營去 鹽水要再做一個 這個污水處理場 然後 新營的污水處理場 要做在這個古樸 一個蘭花 那天 蔡英文總統去的那個蘭花園旁邊 這個 經過了四年 一直變 打破了整個 山區的凡里 現在全部 都要攔去 撩贏 全部都要攔去 撩贏 這個 不然 莫英雄 代理秘書長 那蘭晉 到底今年 可以核定到什麼地步啊 呃 跟預言這邊 報告 現在 呃 我們目前 東新營已經 核定 已經在施工 是 那是併入柳營 那西新營跟鹽水 目前它的規劃報告 已經得到 銀建署的一個認可 那現在我們 呃 目前在繼續送這個 實施計畫 應該希望在年底前 可以整個實施計畫來 再核定 那核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著手 辦理規劃設計 這個我是一直看到 有在推進啦 因為我們的這個 新營的這個 東新營的最南部六里 是合併了前兩年 就把它完成接管嘛 然後結果 繼續擴大的東新營二期 我們今年準備要開始施工 今年準備要開始施工 已經陸續發 在發包的 東新營二期是什麼時候 呃 就是今年 今年陸續有一些工程 已經設計在發 已經在發包施工 這我很關心嘛 因為我就住在這裡 是 我就住在這裡 那接著 恐怕比較大 齁 西新營跟鹽水 是不是要合併成一個系統 是 那未來西新營跟鹽水 合併成一個系統 那他們其實 鹽水跟西邊 西新營這邊也都很關心 他說 啊真的 這裡都不用再做一個 污水創 啊真的撞一條大公 可以撞到那裡 是 目前的規劃這個是可行 而且已經被 中央審查認可 那聽說 聽說未來整個鹽水的 這個大排水管 是要走這個 復興路 穿過高速公路之後 再穿過集水溪 這個進到流營 目前規劃是這個路 到底到時候會不會有交通黑暗期啊 他這些管線大概都是用推進 是 用推進 所以在地面上就是只有幾個工作井 像我們現在在台一線到永康 其實台一線上永康有一些工作井 他是在路中間 是 他是兩側的車道都還有兩線道 好像是一段一段的嘛 對對他只是局部而已 是 他不會全面性的開挖 可是在這邊我就要提醒一件事情了 市長 其實為什麼過去長期以來這幾十年 台灣的污水下水道接管率這麼 推進的這麼慢 這麼不受重視 就是因為政治人物不重視嘛 因為他待在土下嘛 那是忍者歸在做的工程嘛 平常的時間大家看不到嘛 不敢想嘛 身體做好也沒什麼敢想 我感覺比較鬆快 沒膀啊 沒娘子啊 我比較鬆快而已 我哪有什麼感覺 我哪有什麼感覺 所以 在這邊我要提醒市長的部分 就是說未來市政團隊有一些變化 可是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整個進到 準備到市府的一層 我們的秘書長 我們的副市長等等 都是公務體系出身的 在這邊我要提醒 教育文化軟體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部分 崩義兄 其實汙水下水道 也有必要是我們人文建設的一環 我們要怎麼樣讓 我們那個繼續看我們接管 你看市長 你跟李文正議員去看 這個接管的結果 那處境處後的 本來是黑密麻的這個白水膏 你看做料多漂亮對不對 這個衛生局長環保局長應該也很開心啊 傳染源這個病媒都沒了嘛 那右手邊那個照片是正在接管嘛 但是這個我還是先稱你李局長好了啦 你有沒有想過汙水下水道這個工程 也有需要來有這個宣導 來政策的讓所有這個市民的體驗 因為坦白講啊 今天如果所有的市民都重視這個建設 自然就會對民代 對民選的首長會有壓力 自然預算就多了 因為如果全部的市民 對於他 他處境處後的水膏啊 奇怪 誰說 誰說水溝一定是黑的 誰說水溝一定是臭的 對不對 市長在登革的期間 還親自下水道去嘛 不是啊 我們一個現代化的城市 水溝不應該是臭的啊 水溝也不應該會有蚊子蟑螂 老鼠螞蟻在那邊爬來爬去啊 可是我們的市民 有沒有真的具體在要求這個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認識到說 屋前屋後的水溝 跟他的身體 跟他疼熱的阿孫子 有多大的關係啊 所以今天 汙水下水道沒有錯 我們的中央給我們執行率好的話 他會一直給我們硬體建設的預算 其實我跟市長做個提醒 我也請孟英雄未來在這個秘書長位置上 可以考量一下 可以整合包含民政 包含其他環保衛生的預算 針對汙水下水道 要做一個宣導 跟一些讓市民真的有感的體驗 因為目前整個原台南市區 大概都接管差不多了啊 但是其實你在推動了其他的小型都會區 有些人會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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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你在接管的時候 我很快出現了 有些人會說 為什麼電腦接管之後 那些都是陣痛期嘛 對不對 我們長期以來過去的建管規範 沒有那麼的嚴格查核 我們的換處 我們的住宅 很多雨污水混在一起 接在一起 反而造成我們要推動 污水下水道公共建設的時候 當雨水一來 它就怎麼樣 叫液流嘛 它就又把污水 反而從這個屋子裡面的這個排水孔滿出來 這個都是推動這樣的一個基礎建設的時候 會經過的陣痛期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在爭取到公共建設預算 甚至準備核定的時候 你們在這個前期要開始做的時候 前三到六個月就可以開始做 針對那邊的區裡要做宣傳 是不是可以考量這個做法 是 謝謝議員的提醒 我想議員對整個污水非常的深入的了解 跟支持 那這個部分的 我想宣傳的部分 我們會再跟相關單位 大家一起共同合作 怎麼樣讓民眾了解 污水下水道的這個效果 它的效益 還有在施工所造成的 我來反過來問一下 葉局長 文化局葉局長 我想在歷史上你也都了解 其實好幾個文明包含歐洲 都曾經因為傳染病而滅亡 所以污水下水道跟我們的文化有沒有關係 當然是污水下水道 或是所謂的上水道下水道 都是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一個象徵 很重要的一部分 沒有錯 尤其特別是在這個現代化的城市 那不管是雨水或污水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文化的一環 都是我們文化的一環 所以局長請坐 所以市長這邊我要請坐 我要提醒的就是說 這個部分 其實有很多 不是說我們過去的台灣政府 他不想做 其實我們的選舉制度 我們現在的這樣的一個 彷彿已經很民主的社會 這樣的投票跟我們的選民的體會 所以他要的東西 未必是真的迫切對下一代好的 各樣市長 對於我們整個大西北地區 一直在強調治水的重要一樣 有的時候人就是要看到那個 對於這種在地下的 可以讓我們環保局理局長 可以讓我們衛生局理局長 可以減少很多困擾的東西 反而沒什麼感覺啊 所以我們是要結合整個市府團隊的力量 讓他們了解說 我們現在的文化 我們整個現代的文明 其實是建築在這上面 是建築在這上面 所以這個部分 請未來請局長 請在秘書長的位置上 好好規劃整個團隊 對這樣的一個城市的基礎建設 一個文明的基礎 讓市民更加有感好嗎 一位跟議員報告 就是說除了我們在污水上面的努力 因為三個系統把它合併以後 可以節省更多的 將來的管理跟建設的一個費用 還有成本 另外我們在西北這邊 水患的建設我想議員 也多次的關心 跟市長一起去勘察現場 那麼在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把它完成了全市 這些重要排水 10年的保護程度 像全市的抽水站 也從合併的時候23座 到目前已經增加到50座 對於低洼地區的這個防洪的保護 有很顯著的對象 居然我提醒你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包含我們現在 之前本來還要做那個 還要做新營污水處理場的時候 那邊只有四五個地主 即便只有四五個地主 在那麼大一塊地上面 還是有人不願意 為什麼不願意 其實當然對自己財產的在乎 對環境的變化 都會對未知不明的未來 都會抗拒嘛 可是這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 他們對污水下水道 這樣的一個公共利益的事情 認識不夠清楚 第二個 他們對於現代的污水處理場 不知道嘛 他們周邊有蘭花園 周邊有那個台林 有蘭花園 有那個安養中心 他們都印象中就認為說 污水處理場 如果蓋在我們旁邊就很炒的啊 現代的污水處理場會不會湊啊 跟議員報告 其實就像我們在安平 健康路的污水處理 水資源中心 現在其實都沒有味道 甚至旁邊已經蓋局勢 最昂貴的豪宅 都發局污水處理場一定很清楚嘛 在安平污水處理場旁邊 有法院有地檢署 還有我們最高的豪宅耶 是不是 所以我們了解 那個建設公司 當時要蓋的時候 也到處理場去 去體會過 他們認為沒有問題 所以才做這樣的投資 所以我們 近人這個 不管安平也好 柳營也好 我們污水廠其實都 既然你們都叫水資源中心嘛 你們的環境都做得很漂亮 這個出水口都養魚 多帶一些市民去看看走走 希望將來水資源中心 會變成民眾可以休閒 對 一些可能影響用水安全的地方 或許要管制 但其他的地方 盡量 盡量 真的可以開放變成公園 那你跟議員報告 就是這幾年 我們在污水的努力 從合併的時候 全市的接管率是11% 那現在已經成長倍增到23% 那麼也從這個5萬戶 5萬多戶成長到11萬戶 所以這幾年的 包括中央的支持跟市府的努力 把接管數可以說是倍增的一個效果 是 謝謝 請坐 張局長 我們交通局張局長 我跟你再三的拜託 其實整個在西北地區 如同剛剛跟市長探討過這個 一個有文化 一個有人文基礎的都市 當它我們基礎建設 我們污水下水道 我們其他的這些周邊的設施做好之後 然後再來當然是要發展啊 是不是 當然是要發展嘛 沒有交通怎麼會有發展 沒有交通怎麼會有產業 沒有交通更不會有觀光啊 所以 不好意思啊 這4、5年來 我們 在西北地區在大津林地區 除了我們剛完成的這個文化中心演藝廳之外 因為那是關在裡面的 有些市民確實看不到 可是這個 客轉中心的開發 確實是一個 大家經過都看得到的 大家都看得到的 可是 坦白說 從合併升格第一年 本席就提醒當時的交通局 不管是代理的副局長 或者是後來的衛局長 一直到現在您這邊 其實 現在的景氣的狀況 包含整個運輸業的營運 你們已經招商快兩年了 要用BOT的方式真的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我要拜託市長可以體會這個問題 從我們縣市合併第一年 我們至少辦過三次邀集業者的說明會 從當時在催交通局要把這個政策 趕快接手接上來 因為當時的交通局 一開始還不知道這個政策 然後在催地震局 趕快把這個 重劃開發的工程趕快推動 那天也很感謝市長親自到鎮安店 去協調這個用地 今天 今年我們好不容易基礎設施可以開發了 這是當初你們的規劃書裡面 繪製的一個可能的一個 吸引客轉中心的一個願景 在當初我們本來想拼四年 基礎建設完工六年營運 現在已經第六年了 現在定六年了 第六年如果你招商一年多快兩年 還是都沒有廠商願意來 局長 本席那一天有跟你要求 因為現在五月份 你們正在出編明年的預算 我可以拜託市長考慮一下 就算是個備案也好嘛 不然沒有預算你很難做嘛 假設你今年 你說你堅持還要再做第三次招商嘛 是不是 如果真的又沒有廠商來 結果你明年又沒有編規劃設計的預算 那不是 豈不是又慢一兩年去了嗎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拜託市長 拜託局長 可不可以把吸引客轉中心 如果要市府自辦 未來是OT還是怎麼樣 那是後來再一回事啦 如果萬一要市府自辦的話 我們今年先把明年規劃設計的預算 先把它編下去 局長你可以考慮一下嗎 跟議員報告 新營客轉中心 我們經過多年的努力 大概是三階段 第一階段 我們是用46條 也就是政策公告的方式 由廠商來自提 大概在前一兩年 大概公布了三次 也跟廠商溝通 沒錯 沒有人來投標 那所以我們在去年底 我們就改為第二階段 就42條 是 我們做了先期的規劃 然後42條再來招商 那這個 目前大概我們在六月份 會第一次招商 那看招商的情況 但是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 我在跟議員報告 現在情況跟四年前不一樣 那有兩個情況 一個就是我們台南的發展 慢慢已經看到雛形了 第二個是 重劃的工程 那現在已經進行到一個階段 那對廠商他會比較有信心 當時我們是因為 招商走得比較快 我們希望同步來做 但是我們還是要配合重劃的工程 局長 其實過去這兩年的努力 我們絕對肯定你有努力 絕對肯定你的努力 謝謝 但是 這些的客運業者 這幾年來 從縣市合併第一年 從第一年 他們每次表達的意見 一直到今年為止 事實可以證明嘛 就是沒有人要來嘛 你如果真的繼續BOT 繼續招商下去 他們就是沒有人要來嘛 不是 議員 我們大概在前年 我們是麻豆轉運戰 是我們第一個 跟國道轉運的車站 當時大家也都不看好 但是核心客運呢 他進駐了之後 他們現在生意越來越好 那就是說 這是一個機會 如果說能夠讓民間來參與 我覺得我們不要貿然的 把市府的預算投進去 但是如果真的評估起來 民間還是認為有困難 我想我們會跟市政府來反應 市長我要提醒你 我們來爭取預算 因為大家現在都很看好市長 大家現在都很看好市長 我們很期待市府 市長能夠在你們團隊 這一屆的任期內 可以看到他開始運轉 是不是 我想議員 再給我們半年的時間來招商 你考慮一下嘛 如果明年 假設 我們假設今年真的招商不順 假設啦 即便招商順利 都一樣嘛 你明年直接開始規劃設計 後年發包 都說不定市長就高升了耶 對不對 他什麼時候運轉啊 要蓋也要蓋也要蓋也要兩年了對不對 不過我們還是要有程序啦 建設大型的建設都要有程序 當然有程序 問題是你一個明明就知道 會撞拚的程序 繼續撞拚感到 對 我想我們那個42條 我們再努力一下啦 不不不 市長我覺得這個事情 不用不必 不必那麼堅持 因為這個運輸業的景氣 從這五年來 其實業者一直意見沒有變過啦 我可以拜託市長考慮一下 即便當備胎都好 我們先把規劃設計的預算先編下去 李議員的關心齁 這個地點 的確對新營的發展很重要 是 我個人也非常支持李議員的看法 是 經費上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本身齁 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促餐的成績一直都很好 是 大概財政部的評鑑裡面 我們大概都是維持第二名 所以我們有一些經費 我們可以用到這裡來 謝謝市長 那我們就是 當然我們支持局長繼續招商 但是我們先做個備胎 先把規劃設計先編下去 這個沒有問題 謝謝市長 謝謝 感謝 拚一下 看能不能在市長高聲音前 看到他開始運轉 謝謝局長 謝謝 請坐 當然我們有了大建設 我們身邊的小地方也不能忽略 你看這 會合後面新娘 這 天鵝湖要躺的 那個 蘇貞安 蘇代理局長 這個所在你很清楚 其實我知道 聽說全大台南的這個 大大小小的桌樓白水 你都了然於心 這條 這 空空巴巴 這也沒什麼中 我們已經會看過了 我們盡數來把它做好好不好 因為這個地方 雖然不是說新桌 不過剛好在新娘後面白河 這個非常常用的一條道路 拜託一下 另外 另外 蛋姐 有一個事情 這個 之前是吳局長跟我去會看 這確實 新營的博愛街 新營的博愛街 它是幾十年沒有開闢的市中心道路 可是這裡面很可惜是什麼 我跟吳局長所佔的位置 所有的土地 都是住戶自願提供出來的 是博愛街喔 那不是什麼 結果 在要跟另外一條道路 燒舵 就有一戶人家也就不見了 有一戶人家也就不見了 他就不願意 結果 道路都已經開闢了 就到最後 樓尾那插一戶 這邊已經連署了兩三百位住戶 兩三百位住戶 聖宮街頭到街尾 局長 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這個 在新營的舊市區的中心 然後這博愛街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道路 因為現在新營有一個問題 老舊的市區萎縮得很厲害 為什麼 因為道路沒有不接接 停車又不方便 所以我們沒有開闢的這些道路 絕對是 我們當然知道八名以下的巷道 原則上沒有辦法徵收啦 可是 如果說 確實有強大的民意 同時跟整個市區的發展 還有火災啦 救災啦 等等的 有影響的這些街道 局長 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他們以前的祖父也願意放棄啦 他們說喔 沒辦法遇到一個那個 不要說派出兵啦 就遇到一個人輸 他說他們前面這些都同意 沒有給他徵收沒有關係啦 把那個處理好啦 把那個處理好啦 當然這個 這個我相信 我們已經經過長久的協商 難免社會上會遇到這種人嘛 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 你看 上一次 上一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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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誰 上一屆的我們的這個 第一屆的議會 整個 一個公園旁邊的水膏 他議會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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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還是把水溝用地弄進去公園 也是金收啊 那只一條 堆堆的水膏 用地費5千4百多萬 5千4百多萬 而且都是已經開發 周邊 在一個好的市區裡面 我們這個 等待發展的市區 請局長也 嘗試看看 如果說 有溝通的機會 請局長跟我再去走一趟好不好 再去溝通看看 如果溝通 真的溝通不起來 我們來看看 這樣好 好的 好 謝謝局長 謝謝局長 來繼續看了 我們有了這個 我們有了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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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建設 我們有了好的環境 我們有了交通發展 讓我們城市可以向外去擴張 我們人住的好了 人家願意來了 我們當然要讓它更加的發揚啊 我們看世界級的展演 我們身邊 其實從身邊開始做起啦 身邊開始做起 我們去 去年 我們看一下歌林那張 我們歌林去年 感謝葉局長跟我們所有團隊的努力 我們去年得到了無形文化資產的認定 去年是我們這個歌林辦婚教元年 可以說是元年 可是我們回頭看到齁 其實台南絕對遠勝嘉義 台南絕對遠勝嘉義 台南有在辦婚教零的部落 24個 而且經過我們的推廣保存 有可能還會再增加 有可能還會再增加 嘉義縣只有八個部落 嘉義縣只有八個部落 當然啦 他們現在 我們現在每一個部落補助三萬塊 在讓他們從事賽事啊 養格子啊等等的 嘉義縣一個部落四萬五 當然總數齁 總金額當然他們比較少 我們還是比較多啦 不過當然嘉義縣是嘉義縣 我們是直轄市呢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每一個部落齁 如果未來有增加的機會 我們當然請局長再努力啦 可是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齁 每一年 每一年嘉義的這個歌林祭 在開幕閉幕的時候 從以前的縣長陳明文 到現在的縣長張花冠 都一定會有盛大的開幕閉幕的儀式 全台灣甚至全世界的人 知道說 嘉義開始在辦婚教啊 嘉義開始在辦婚教啊 可是你看看 回頭你去想想看 我們有24個部落在辦婚教 他們只有八個 他們只有八個 結果 我們是好不容易爭取了四年之後 才在去年開始辦頒獎餐會嘛 對不對 去年開始辦頒獎餐會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說 至少 至少在明年 春天的時候 開始辦婚教的時候 切一個大家方便的時間 我們也糟告天下 局長我們也來規劃一個 我們台南辦婚教的開幕式好嗎 跟議員報告好 感謝議員這幾年來對於 歌林文化的重視 那我們在去年也正式列為 設定的重要民俗文化活動 我想一個比較正式性的一個開幕活動 來宣示我們的歌林文化季開始 我想這是可以來規劃進行的啦 不過我想我們這幾年 因為也列為無形文化資產 所以有關歌林的這種所謂的製作 公益師的培養保存 其實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非常扎實 非常努力的在做推廣 好 那我們考慮規劃下去 也讓大家知道台南也有在辦婚教 沒有人說只有家裡 議長這樣怎麼做 爭取一下 我們有身邊的文化 我們有身邊的文化資產請坐 文化就像我剛才講的 從污水下水到都有文化 是人類文明的基礎 那這個世界級的展演 大家都知道這是奧斯卡 奧斯卡 大家絕對承認這是世界級的展演 那同樣的 農業局許局長 我們是不是也有世界級的展演 在我們農業局啊 世界級的 對阿 就是我想大概就是欄展還有 什麼大概就是 每次你們都很自豪的說 世界幾大欄展啊 兩大還是三大 三大欄展 三大欄展在哪裡 東京還有世界欄展 還有我們的國際欄展 我們好歹是三大之一嘛 對不對 這個是人家的 我們的在上面 我這個我就沒有印出來了 我們不要說我們一定要比奧斯卡 但是我們的蘭花展 絕對是世界藍展裡面的奧斯卡 對不對 對 沒有錯吧 對 所以你看喔 當蘭花界的奧斯卡 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主角 得獎的時候 人家是有表演有舞台 襯托出他這個得獎的氣勢嘛 可是我們的整個入場 我們的大獎區的規劃 說真的要加油 是 我們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藍展是什麼 藍展展的是什麼 是藍花 主角是藍花 不是燈光 不是照鏡 不是polylon 你了解嗎 了解 所以你看 我們不管去看東京藍展 東京藍展是在巨蛋裡面喔 對 但是他整個燈光都盡量趨向自然光 那這個是淡路島的藍展 為什麼他們這樣展 因為藍展的主角就是藍花 所以他們希望凸顯的是什麼 他們希望凸顯的就是 這個藍花它本身最漂亮的 最自然的原色原樣 所以今天我們這些進出等等的 坦白說 市長我要拜託你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如果真的要把藍展 辦成世界級 現在就要開始籌備 而且我建議可以要 可能要拆成幾個方式 可能要 不好意思各位 你還要被勒環業局長 政府團隊應該跨局處成立 不管你要用類似總顧問的方式 怎麼樣 先邀集專家學者或者是跨局處 先組一個顧問團 先組一個顧問團隊 好歹 你最後找到的廠商 是要辦過像樣的 發展以上的東西嘛 那至少他也要去看過 別的國家的藍展長什麼樣子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能把 我們不能把藍展的 從外面到裡面 辦得像原油會一樣嘛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要辦一個世界級的奧斯卡 蘭花界的奧斯卡 我們要從現在就開始辦 從現在就開始辦 然後我們可以跨局處 既然我們台南市政府 要開始接下來辦 我們當然就要展現出 一個直轄市市政府的等級啊 我們不要去比那個 花一百多億的花博啊 不要逼黑 我們手中有多少錢 就像市長說的 錢要花在刀口上 那要怎麼樣知道 花在刀口上 或許我們在座的局處首長 也許不見得真的懂怎麼辦藍展 我們知道誰 我們知道包含 我們今年請了成大的團隊 我們其他的這個各界 這個園藝界的前輩 很多人嘛 被包含產官學界 來組成一個團隊之後 開始去籌備明年嘛 一個世界級的展演 包含我們的這個像南移民宿 這個文化藝術節 都是兩年一次 而且都經過一年多以上的籌辦 我相信 我們蘭花界的奧斯卡 也可以考慮這個做法 現在就要開始辦 現在就要開始辦 我覺得 跟其他的建設比起來 這種預先去做 但是可能今年要第一次做的事情 連這個事情都可以考慮去動用第二玉備金啊 都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本來沒想到嘛 沒有想到說 哇 要一年前就開始辦嘛 但是 世界級的展演 沒有一年大概做不好 沒有一年大概做不好 這請局長規劃一下 好的 謝謝 請坐 好的 我們來繼續看喔 這給我來這個想一下 我們平常這個 大家都穿得漂亮 都可以出門贏經濟 可是是誰支持了我們出門贏經濟 我那天跟社會局長談過喔 我們家是跟他們的政策非常有關係 啊 還有這個 要忘記 要換成玉鞋 要換成玉鞋 那不是要去勘車啦 那天是哪個首長說要買玉鞋帶車上的 準備上陣的這個520團隊喔 鞋 欸 還有什麼 因為要口罩了 要口罩的那個東西喔 要口罩的那個東西喔 好 我想到 還有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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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這個 口罩喔 因為 口罩因為要公圍啦 所以就象徵性一下就好 有些不太靠 還是不太靠 柔 要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樣的穿著 柔局長我在問妳啦 我都已經穿打扮整齊了 整裝上陣了 你還不知道這是你管的喔 趙福元 真的是 我們要的是全套的長照 現在我們小英講長照2.0對不對 我們講長照2.0對不對 我們剛才講一個人文的城市 我們講一個現代有文明的城市 我們有基礎建設 我們有基礎建設 我們有開始發展的交通 我們開始發展的產業 我們開始有身邊的文化 再來咧 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 有人本有尊嚴的 一個人生的全程 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全部的社會成員 我們出門在拚經濟的時候 我們不管是我們的長者 或者是我們 甚至包含我們自己本人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包含我們自己 都能夠得到完整的照顧 可是 我們看到一些數字 我們縣市合併以來 我們累計訓練了 4469位的造福員 可是我們留任的有多少 我們目前只有600多位 我告訴你 我們全部合計的全市的造福員 大概是700位上下 但是我們真正是我們訓練留任的 只有大概75個 累計下來 那妳那天也承認 我們全部的這個 我們全部的這個 總留任的人員 大概不到兩成 不到兩成 那不到兩成的原因是什麼妳覺得 跟他們的薪資待遇有關係 薪資計算方式有關係 還有跟他們的地位 他們的地位 然後他們的工作的內涵 是不是能夠很清楚的 建設一個專業的形象 那妳知道他們現在 實行一個小時多少錢嗎 他們 中央合給的是200 到他們手上多少 到他們手上大概至少要170 至少170 就是170 是在那裡沒有比較多 結果他們平均一個人 你們派出去給他們服務的 你們平均一個月給他們多少錢 多少小時 平均他們的收入 大概是2萬5左右 平均從103年 104年 105年平均一個人 都是120到130個小時左右 對 就是不能超過160個小時 對啊 這個時薪 170 有沒有包含老健保 170他們 要從裡面扣對不對 對 全部喔 包含雇主跟那個喔 沒有錯吧 是 那這樣扣一扣 不就跟最低薪資一樣 是 所以這個就是長照2.0 期待改變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會這樣啊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 中央給200塊 我們就發出去 只發170 他們 照 就是說我們委託的 民間單位 他們的一個30元 就是作為可能是 連結的獎金 或者是他們其他的一些獎金 還有他們管理的一個人事費用 就是在這裡啊 其實坦白說 勞工局長之前 我們也曾經跟他探討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現在長期台灣 這個不管你叫崩世代 也怎麼樣 長期的這個年輕人的低薪結構 甚至整個社會的低薪結構 跟政府有很大的關係啊 因為第一個 政府帶頭做派遣 政府帶頭做派遣 我們平均發出去的 不管是體育處 還是那個我們勞工局 還是我們公務局 發包出去的所有勞務委外的合約 平均的每一個的人力 絕對低於最低薪資 每個月他們都 如果照那個合約來看 絕對低於最低薪資 時薪也不到 時薪甚至不到100 為什麼 因為這個派遣的團隊 他他贖一個人 就是減兩三分工嘛 我們又繼續用招標最低標的結果 政府帶頭做派遣 就壓低所有勞工的所得嘛 還有一個是什麼 你覺得咧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當年 大概六七年前那一次 勞我會搞的那個22K專案 所有人的起薪就一律22K開始了 那我們今年 好吧 你一定要帶頭做派遣 結果你們算得很準耶 你們算得很準耶 每年每個月的 每個月的派遣的時薪 剛好連他的勞健保扣一扣 大概就是最低薪資兩萬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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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對 你希望你的長者 你希望你們家的爸爸媽媽 阿伯阿伯得到的就是最低薪資的照顧嗎 所以報告議員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長照2.0很想要改變的 就希望他能夠變成月薪資 我手上有一個合約 我手上有一個合約 以方接受服務薪資每小時170元整 每月實際服務時數不得低於150小時 這是你們招標得來的派遣單位 跟居家服務員定的合約 每月實際服務時數不得低於150小時 前面講的是這個賈方某某 為台南市政府委託辦理居家服務業務之 得標廠商 OK 那這個合約明明白白記載 每個月派給他的實際工作時數 不得低於150小時 你們自己的統計 才120、130啊 以上要拚也沒得拚耶 以上要拚也沒得拚耶 那是誰違約 是誰違約 所以議員我們那天您也跟我們討論到這個議題 就是說長照2.0 期待改變的除了月薪制之外 另外就是我們的給付時數 可能也是我們要來努力的部分 才有服務的人口群 對 我們這些我們台南市的老人不是很少 那為什麼你們之前跟我講說居服員不夠 不對 是居服員夠 派給他的時數不夠 派給他的時數不夠 那是我們的老人他是不需要還是不知道 因為有一些他要致富 就是說我們的輕度 中度 重度 那他都有一個時數的上限 那我們大概就是25小時 50小時跟90個小時 所以我們想要來力推改變的就是說 我們要爭取這個時數的增加 在長照2.0之後呢 我們除了充裕我們的照顧服務的人力 另外就是給付的時數上升 我跟妳說 我們推估全市65歲以上人口大概25萬人 對 是 那用這個普查推估私能的大概12.7 是 大概3萬多 那3萬多人 我們全部的居家服務員總共只有服務了4300多人 4300多跟3萬多之間的落差 當然這中間或許有預算的問題 但是中間你可以告訴我 有申請結果派不到的 不對啊 這顯然數字就說話了嘛 他不是有申請派不到嘛 他是根本 你每一個居家照顧員 就沒有到他的每一個合約的最低派遣時數150小時 所以你當然留不住人啊 另外就是 要拚就拚沒有啊 是 議員 但是就是說 他有的造服員 他雖然想要做150個小時 可是他會有一些啦 有一些他會挑工作 因為我們造服員的任務裡面 不好意思 你要想清楚喔 沒有沒有 有的是要沐浴 他就說我不要做沐浴的工作 我不要幫老人沐浴 我只要做 可是這個比例 這個比例不管他是是否失能 有很多種 遠低於嘛 是 有很多種原因 你現在把他怪說是居家照顧員挑工作 沒有 我只是在分析原因給議員聽 就是說有的是這樣 所以他要照顧的時數 我再回頭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道我們很多國營事業 很多政府單位也有派遣勞務嗎 他們甚至整個員工裡面有相當的 比例都是派遣員嗎 你知道他們的這個行政事務費 在裡面多少嗎 他們從招標的時候就是5% 得標的廠商往往是3% 如果中央給我們200塊 照這個標準 行政費用只是10塊錢 就你把它挖走30塊 我們是不是可以來爭取一下把它提高 讓真正到居服員手上的錢可以多一點 是 我們是希望能夠來推月薪制 爭取月薪制 不是推月薪制 你現在時薪 你就好吧 不然你之前你 是 我那天給你要求嘛 居家照顧 關懷中心 關懷據點 日照中心 還有我們的衛生所 要怎麼在長照2.0裡面 爭取完整的配套方案 你那天有承諾嘛 是 我自由發言的時候等你提出來 是 好 謝謝你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旅隊主義員 那我們休息10分鐘